中台科技大学在中部地区 享有中台科技4321之美誉 中部地区每四名护理师 每三名医检师 每两名放射师 每一名牙剂师 就有一名是中台校友 技术专业人文关怀 是中台科技大学始终秉持的智效理念 培育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坚决的专业人才 同时与社会接轨 在教学与研究中 充分考量产业技术与需求 并以培育顶尖健康产业专业人才为目标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本校共分为三大学院与15个系所 分别是健康科学院 护理学院 人文及管理学院 各院所师资 皆是产学界顶尖之学者 让学生在学亚里能够掌握充分的学术知识 具备与职业接轨之专业技能 健康科学院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 本校创校至今 在国内医师技术领域培育了数千位 医师技术人才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 目标是培养学子 在临床医学检验 及卫生保健等领域 具备完善的知识基础 及精湛的专业技术 随着医学检验技术的新发展 生物医学技术也随之蓬勃 除了对产业经济有极大贡献 也能提供社会更高品质的 医疗照护与研究成果 医学影像即放射科学系 致力于培养兼具实作能力 与就业能力之 医师放设施专业人才 除了专业技术能力和学术理论 更注重在临床实作训练 接轨国际产业发展趋势 培养学子 具备产学研之专业能力 提升自我产业竞争力 亚体技术即材料系 艺术与技术兼具 是亚体技术人才的特有素质 亚体技术即材料系 在艺术、学术与技术的整合教学 让学生除具备专业素养与征兆 更能与国际接轨 提升亚体产业技术发展 亚体技术即材料系 是全国唯一兼具亚体技术 与材料研发专长之科系 在人才培育、产学合作 及医疗体系的声誉 除了在国内备受肯定外 在亚太地区亦广受好评 食品科技系 整合食品科技、保健生技 与餐饮技术三大专业领域 为食品科技系发展主轴 在课程规划上 着重食物技术训练 分为食品科技组与餐饮科技组 让学子在未来发展上 提供个人化的课程规划 不管在创业或就业道路上 皆能有更多元的选择 与全方位的规划 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 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 着重在环境保护、工业安全 及工业卫生 培养出专业、理论、食物兼备之产业人才 优良的专业设备与师资 让学生充分理解 环境、安全、卫生问题的理论 分析、实验、检测及管理 更注重未来职业的规划与就业 环安系与合作产业 共有40多个实习场域 培育在校学生接轨产业 成为环境安全卫生的专业技职人才 世光系 台湾近视人口比例是全球第一 眼科医师与厌光师需求供不应求 世光系志在培育学生 在世光医学相关领域成为专业技术人才 以15课程培养专业技术 并依职场所需 与国内世光连锁产业公司 及眼科教学医院建教合作 提供产业临床实习、完整专业训练 在面对不断创新改变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积极整合教学、研究和培育双专长人才 以提升竞争力 护理学院 护理系 护理系除了具备医护科学知识及临床照护技能外 更着重学生的人文及思辨能力 本系设有各科专业教室、临床技能训练中心、数位拟针病人情境教室等 提供师生进行各项临床情境之模拟教学 透过多元的教学 扎根学子、医学科学知识基础 并培养关爱、伦理、克尽职责的素养 融合专业的核心价值 并借助临床实习的食物演练 强化学生的护理专业能力 老人照顾系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已成必然趋势 长期照顾需求亦与日俱增 老人照顾系秉承学校技术专业、人文关怀的理念 以培育优质的银马族全方位服务 照顾专业人才为目标 以照顾服务、照顾管理 健康促进系科本位发展方向 并强调理论与食物并重 积极深入社区实践乐龄学习 人文及管理学院 医疗及健康产业管理系 医疗及健康产业管理系 着重在培育医院经营管理与健康照顾管理专业人才 建构医务管理与健康产业现况及问题分析能力 让学生充分具备人文与专业并重的理论基础知识 成为医疗健康管理领域专才之优秀人才 符合国家社会未来健康产业发展之需求 资讯管理系 务实致用为资讯管理系着重的目标 培育学生具备整合资讯科技 分析方法与商管知识之实物 并以电子化企业管理为主要内涵 行动应用APP为策略重点 并以健康产业资讯管理为主要特色 培育具医疗资讯系统发展与应用之技术人才 行销管理系 在现金网组发展趋势下 行销产业需求与日俱增 本系目标培育学生具有积极主动及创意思维 提升自我独到洞察力 分析市场 分析市场与解读资讯之能力 成为产业学理具备之专业人才 经营管理系 经营管理系目标为培养学生 创意创新创业能力 及商贸物流与外语应用能力 同时也具有健康产业之专业知识能力 使学生成为具备创意思维 国际视野与组织规划能力之矿领域 经营管理专业人才 应用外语系 应用外语系以核心语言课程 搭配职场为导向的就业模组课程设计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经由英日语专业训练 第三外语依学习者需求 开设不同的外语课 科技整合和人文关怀的实务训练 积极培养商业实务与健康休闲等 相关产业专业人才 儿童教育继事业经营系 儿童教育继事业经营系 依据儿童教育、照护及相关学术理论基础 以及产业界实务建议 规划应用儿照护、课后照顾、幼儿园课程与教学 儿童异能与其他相关产业、经营管理等五大类课程 依学生需求与兴趣 规划应幼儿照护、幼儿园所教学与课程 课后照顾课程、儿童相关产业课程等 同时与海外幼教机构建立实习伙伴关系 扩展学生国际视野 放眼国际就业市场 人工智慧健康管理系 人工智慧势必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其相关应用发展也随之成长 将人工智慧应用在健康管理 将显入冲击健康照护产业 人工智慧健康管理系 着重在AI技术深化及AI在健康管理的应用 培育学生具有AI专业知识及AI健康管理学能 并强化学生专业素养及沟通能力 成为具备人工智慧科技应用 与健康管理之整合与开创性人才 中台科技大学在台中市的大坑风景区 风景优美交通便利 例如台中市的捷运松竹站 就在中台科大附近 这是一个台铁跟捷运共过的车站 中台科大培育大健康产业人才 我们的口碑是中台科技4321 也就是中部地区 每四位护理师 每三位医检师 每两位医放师 还有每一位牙剂师几乎就有一位 是我们中台的校友 那我们的学制多元有日间部 进修部 就欢迎高中高职的毕业生 还有社会人士到中台来 选择中台 成就未来 中台科技大学在产学研多元领域发展 不仅培育学生专业技能 更深化学生身心发展 秉持校训中 信 赌 敬 持续发挥影响力 为台湾培育人文与专业兼具的优秀人才 将是中台科技大学最重要的使命